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枪枪三人行 今天嘉宾热闹了 咱们先介绍他也还是先介绍你 先介绍丢丢吧 今天是枪枪四人行 对吧 三人一狗 上不了台面的是咱们真是 真能上台面啊 还有咱美女元丽 我是特意配合你 我才找来把他给你做伴 那我很荣幸 以及徐老师 我喜欢鱼狗 俩人穿的衣服 新绿装 徐老师你还真巧 你怎么知道今天他穿这身 我不知道这是偶然 天意 没错 我就给元丽找着人了 不是 找着伴了 找着伴了 因为这个狗啊 是这两天的这个头等大事大话题了 你都听说了吗 我在微博上看到了 你现在就微博也挺火的 你有微博吗 没有啊 你穿马甲的吗 就穿着呢 微博上穿马甲的 太穿了 狗马甲都穿着呢 袁丽先讲讲你 我先得鸣谢啊 今天是这个我们千天三人行历史上 首次征用 对吧 你们第一次有动物 就证明我们是多么的平等 是吧 这个生物多样性是多么的平等 是咱们的女主持人 梁茵 她的爱狗 而且是她捡来的 我知道 所以叫丢丢嘛 就别人丢了的 人家梁茵捡来 哎 把她养老 好像不年轻了 十岁了 同时呢 也把她给删了 什么 删了 删了 你主张善狗吗 不主张 你主张保留她的雄性 是的 在你身上蹭 哎呀你不要这样讲嘛 原理讲讲 对你跟狗的感情 我也养了一个金巴狗 她十二岁死的 然后我也是把她善了 但是善了以后 我觉得我很对不起她 我觉得她也是一辈子 这样子善了她 她有很多的遗憾 对 而且善了以后她脾气特别大 但是 善了不是应该脾气温柔了 温柔了吗 可能没善完整吧 没善你老看着她 幸苦问也有问题 我可以给她找伴啊 是吗 对不对 所以我很后悔 现在这个就是全民大分裂了 维绕这个问题 所以现在就是人人 包括明星啊 人人表态 人人过关 就是说在高速公路上 那么一波爱狗的人士 拦住那个运狗的那个车 就不依不饶啊 说你这个狗 那拿去吃 你说是明星加入了吗 还是没关系 有明星 真是真是 那我不能告你 真是拿去吃啊 说是反正运去 是不是实用啊 还是怎么着的 那那他们就不准 可是问题在于 为什么现在有争论呢 就说这个货主啊 他也是有合法的手续的 这个运这个狗 那么最后这问题怎么解决 很多人加入生缘呢 你我估计你也生缘吗 我没有 我心里面 对啊 这很多生缘 那最后说这事怎么解决呢 说是后来有一个人说 这么着 谁也别吃亏 我买一下来 这两车狗 这么解决 行不行 但是这种事啊 引起很大这个争论 我想问问这个原历 你觉得这怎么样 我觉得其实有这么多的肉可以吃 为什么一定要吃狗肉呢 对不对 这么多的肉 有吗 你可以吃牛肉 猪肉 鱼肉 虾肉 你为什么一定要吃狗肉呢 我觉得狗真的是人的朋友 我以前为什么 我说为什么养狗 因为我小的时候很怕猫和狗 我很害怕 我有一次到人家家里去 那狗紧紧的拽着我的腿 估计是那个发情了 抱得我好紧 我越发的害怕了 你知道吗 什么人发情都爱这样 我越发的害怕了 所以但是我想说 我一定要克服自己这个毛病 我要去养一条狗 正好我也捡了一条狗 然后我就一直养他 他12岁 但是当你养了一只狗以后 你才知道 狗可以教会你这么多 这么多的东西 他教会了我要爱 没狗你不会爱 我爱我自己 但是有了狗以后 我才知道 爱是要给予 真的是 人说养孩子 你会知道什么叫感情 或者我没有孩子现在 但是我有狗了 我才知道他那么依恋我 他给我这么多这么多的爱 我 我觉得很多事情 我都不会流眼泪 但是我要说到我的狗 我就觉得 我亏欠他太多了 你要这么说 女明星应该养狗 他说这话 引起了我一个科目 你知道吗 我经常跟人讲 为什么我不找女明星 当然女明星也看不上我 是吗 但是他就是看上我 我也对女明星 有点褪比三尺的意思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以我有限的观察 觉得很自我 你们这个女明星 把自我 他很难不自我中心 对吗 他很难不把自己摆在第一位 但是你看 他 你看他也是这样 长得这么漂亮 很难不自恋 对吗 那男的这是不是有点吃亏呢 对 你看原历 自从养狗以后 他懂得了这个 是吗 爱是给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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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有个小杂杆 是说有钱的男人玩女人 有钱的女人玩狗 讲的很绝啊 讲的很绝啊 虽然刻薄 但你仔细想想道理 仔细想想道理 当然了 狗是很好 我自己对狗的印象最深的是 我家里养了个狗嘛 后来我太太女儿都走了以后 狗也被带走了 然后我回到家里哈 我就 那个楼梯是空的嘛 但是我就 恍惚的一直听到 有那个铃声啊 因为他记得一个铃 就有个铃声 一直从木的地板上走过来 很久很久 后来搬了 我后来搬走 我就受不了这个 就是一直回去 房子是空的 可是我总觉得有个铃声 从上面下来 你这个 你还在世吗 在世 现在还在世 那是你幻觉 对那是我幻觉 但是你想我没直接 换到人 我就换到了 因为这个狗 其实就联系到人 我觉得这个人 你讲的这个 你你爱一个狗 其实是你把当镜子 狗在这个时候 变成人类的一个 延伸体 人为什么不 爱狗的人 不让人家吃狗肉 就是因为他 就好像人类说 不能吃人肉一样 他把它觉得 当作是人类的一个 延伸体 当作一个家庭成员 比方说 但是我觉得这个 证明一件事啊 就是说啊 这个理想从来就 不是现实 好比说 我们就说人人平等 对吧 这实际人 从来都是不平等的 但是呢 可能正因为这个 咱们就必须 是高标这个人人平等 我就发现呢 其实本质上 你也得承认 从这事上讲 动物界也是不平等的 为什么呢 实际 比如狗 就不要吃它 那难道说 我就给你抬这杠 那你说牛肉可以吃 猪纯点 你就能吃人家吗 对 或者说你看熊猫 这也无以稀为贵啊 这就实际是不平等的 你说是不是 是的 这事你怎么说 可能我养了一头猪 和养了一头牛 我有感情了 我也不希望去吃它了 我说以后都不要吃肉了 吃草吧 但是你说这个 这个事该怎么理解 那为什么在国外 很多人养了狗以后 人家也会说 这个狗是人的朋友 是这一家主人里面的一份子了 那人家为什么没有说 猪是和牛是我们的一份子 这个养狗把狗 你咬手指头的回答我 养狗把狗 吃肉我吃手指头行 这个其实还是西方文化的影响 中国传统里面狗是 你想文字里面狗都是很坏 当然一直是吃的 小人狗性嘛 对 我不觉得这样 我觉得狗有的时候 比人还要有爱心更通融 我不觉得这样 你举个例子说说 你跟狗之间 我觉得狗真的对你非常非常的忠诚啊 他我去 我的狗啊 12岁 是我12年拍戏的过程 他12岁 然后我工作了12年 所以我经常会把他放到这个寄养所去 然后他会很生气 他就我我会把门关上了以后 我看他他会像这样屁股对着我 我叫他名字 丢丢丢丢 他就是不转过来看 他是难过 他是生气 他是有怨言 然后我去德国旅行有一次 然后我认为他会没事 然后我听我们家阿姨说 他天天站着我们家阿姨 到这个院子里门口去趴着 等我回来 然后这么多的车 他就唯独知道那辆车是我的 跑到那个轮胎旁边去闻闻 听听看看 他就盼着我回来 然后12岁 等我再回来的时候 他已经走了 这个狗啊 我也有一个 我觉得他很依恋 他懂人性 我也有一个很伤痛的一个回忆 就是说呢 这不是有些碰见骗子了吗 他有些卖狗的啊 那个大桥底下啊 卖狗的那个啊 那个狗是有病的 你知道吗 我就买了一个这个 买了一个这个第一天呢 好好的 第二天就跟双打了的似的 明显就蔫了 就就完全不行了 不行了你知道 看着他这个就痛苦啊 就就就就就就走啊 然后你知道真的是你有感情了以后啊 半夜12点 你知道吗 有狗医院 狗医院看急诊 我去看 后来医生讲 就是就是说 叫细小病毒 叫细 可能狗得的一种病 说你买的时候 他就有 他就有这种病 必死无疑了 会死的吗 反正就说他病的很严重 还在狗医院待住了两天 最后说 那你没有办法 你把它弄回家 医生就你看 你要替他做决定啊 医生就说 要安乐死 建议你安乐死 我当时你看钻了牛脚尖了 我是觉得 就是说 你没有征求他的意见 你要征求狗的意见 对 咱就是说他愿意不愿意 安乐死叫三声 不愿意叫两声 就是说你有没有权力 决定是不是现在打一针 所以你看我一钻牛脚尖 人权 我就说我抱回去 我抱回去 但是呢那个医生还挺好 就说你反正随时你要想让他死 你就给我打电话 然后我就真的就看着啊 他疼啊 他那个痛苦啊 就就不得了 最后就是真是没有办法 又是一个晚上十二点 我跟那个医生就打电话 那个医生啊到我们家 给他安乐死 给打一针 然后我就最后就这么抱着他啊 就看着他慢慢慢慢慢慢 就ok 然后我都不知道怎么办 我们那个乌村呢 我有个保安 可能也不让随处买东西 我就拜凌晨呢 跟贼似的拿这个出去 把那个灌木从底下刨一坑 翻盘 在你们家院子里吗 在我们那个小区 是不是不能说 咱们去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你看他这玩意儿啊 你怎么用这个词呢 怎么叫他这玩意儿 他一动都不动 他一动都不动 他比我请的任何人的嘉宾 都要听话老实 这样骂我们 是吗 这样骂我们 你看他一动都不动 你这么吵吵 他比较温顺 但有的狗不温顺 你能把他 你能把他了不起来春情吗 对对对 什么东西啊春情 你好好的人 现在这样挺好的 什么春情啊 他善掉了 善掉了 你的分得很清楚 但你们有时候 会不会觉得 好不公平 人有时候对狗 比对别的人还好 狗对我们也好呢 你不觉得吗 他对你很尊臣 很多人对狗 以前鲁迅小说 那个娟生说 他在家里的地位 是在游击跟阿随之间 后来想想 每家的男人 都是这样的命运 女主人有了狗以后 男人的命运一定在狗之下的 谁说的 谁说的 绝对都是 我觉得我有这个测忍之心 就是什么呢 就是他们说高速公路上运 很残酷啊 什么的 我经常就觉得运猪的那个 我也觉得很残酷 很残酷 你知道 我仔细观察过 我也看过 广绝铁路 那个猪车常常停在边上吧 那一堆堆过去 哎呀 一点缝隙都没有 你知道我这个 就高速公路上 我跟过两回 一次呢 就京市高速上 你跟猪车 跟跟着猪啊 你要想看什么 他们说那个 就大年三十 过年的时候回家啊 前面那车要是猪啊 你就交了好运了 真的啊 我就一路跟着 飞猪满门嘛 跟着跟着 哎呦哎 就且别说猪了 我的两次惨痛的回忆啊 好像是从内蒙那个方向运过来的运马 嗯 你知道啊 他就在那个卡车上啊 这个马的这个宽部啊 这么大一块 蹭掉了这么大一块肉啊 马运过来干什么 我不知道干什么 拍戏啊 我就在高速公路上看 我就觉得哎呦 那个疼啊 你说的这么大一块 蹭下了一块肉 这个马的一个 就就就就就发抖 站在那里 我还见过一次 在我们十二庄 马路上运过去的 一头驴 两个车呀 离得太近 这个车上运的是 钢筋 你知道吗 这个驴的这个鼻子 被这个钢筋 刮掉了 那你说 我就眼睁睁看这个驴 那你要说这个残酷吗 但是我们 我们现在对狗是特别爱的 特别 对对 人类对狗特别爱的 我有一次自己觉得很做错的一件事情 我觉得是停车 停完了以后 我发现旁边那个车位 那个有杂物放在那里 有一块不遮的 有点洞 就我跑去看了一下 是一只狗 很可爱的小狗 但是从不知道怎么跑出来 脏的不得了 嗯 他很害怕躲在那里 结果呢 我就引他啊 我一点点 我用饼干啊什么什么引他 花了大概45分钟的时间 跟他沟通了 他开始也不怕了 也出来了 我也给他吃东西了 但余下来怎么办呢 这么脏 我也不能拿回去 要交给 最好的办法 是交给动物保护委员会 对不对 我就问那个保安 保安说这种狗 是外面跑进来的 如果找到呢 就丢出去就行了 那我想不能让他们知道 但当时我没办法 我就回家去了 到了第二天 早上下来的时候 他还在 我想好了第二天 等我回来的时候 就送他去那个保护委员会 但是等我再下班回来的时候 他就不在了 被人拿走了 我告诉你 余下来的情况是怎么样 余下来我大概总有一个多星期 我每天 停车在这个地方 看那块不动 我总觉得他在动 我每次就不断的去看他那个东西 我觉得 后来反省啊 我觉得 我们对狗是 人类是 是把它当作我们的一个延续部分 所以我们会检讨 我觉得会对他做的不好 是不是这样呢 你是不是这样 爱狗像爱自己一样 爱狗像爱自己一样 那我还是爱自己 不得不承认 对吧 那我就是 可以为了狗 为了自己的性命 牺牲狗对吗 那倒不会 怎么会牺牲性命一说 我们是和睦相处 我只是觉得说 养过狗以后 知道狗真的是很明白 然后很懂人的心 然后狗其实很被动 你一出门 他就要在门边一直等着你 然后我永远骗我的狗说 我五分钟就回来 我五分钟就回来 他听了一辈子的五分钟了 其实这个五分钟 就是五个小时 或者十个小时 他永远在那等待你 等待中过了一生 可是我刚才有听到文涛 你讲的这个驴也好 妈也好 其实我不太愿意看到和听到 我会很难过 我觉得 其实人要善待所有的 所有的动物 我觉得你有什么权利 可以去虐待动物呢 我觉得如果说我们要吃它们 我也是希望他们好好的有很好的隔断 运输当中有不要挤来挤去 我觉得他们也有应该有尊严吧 然后我会觉得说让他们死的时候 有一种很安乐的死法 为人类服务 但是不可以去这样虐待他们 但是我们无力改变这一切 这个人就怕 人就怕这个疑情 你说实在的 我真的很同情猪 你知道吗 你们一说这个狗 我也不反对 可是我老觉得 就是说那猪他这一辈子 生下来就是为了吃 就是为了让你吃它 那好了 你说他这一生的意义又该 就说你没法想 对吧 你说你爱狗 但是老实讲 那猪就纯点吗 你就该吃猪吗 我还可以看家护院 是吧 他很忠诚 他有他的作用 猪可能他的作用就不 所以你看你还是以你人的需要 来定义他的贵贱可吃与不可吃 当然 那你想跟我说 猪可以吃 所以狗也可以吃吗 最好都别吃 那不行 非要吃 你这东西 我非要吃 但是我吃他们之前 我善待他们可以吗 你觉得我虚伪吗 军军 薄猪也最好是不看 庄子的说法 吃是要吃的 但怎么杀的 就别让我看见 就培养这个叫侧忍之心 对 侧忍之心 一个就过去讲 就是见杀不吃 就是说你看见杀他 你不吃 再一个叫文杀不吃 就是你听见杀他的这个惨叫声 就不吃 再有一个是什么 单独为你啊 杀的 不吃 他们有人讲这叫虚伪 可是还有一种解释呢 说其实这不是虚伪 这就是培养你的侧隐慈 这个这个这种心肠啊 对是吧 包括人类对死刑也是有各种各样限制 嗯 你有什么想法 不过这件事情我想很说明中国目前的特点 嗯 就是我们现在吃狗也是合法的 爱狗也是很好的 先进文化 吃狗是合法的 合法的吧 中国没有法律禁止吃狗吧 刚才也是 很多地方狗肉店都在那里卖 他车运的是 是有合法手续的 那我就说他们每次 我们的法律并没有说禁止吃狗啊 有动物保护 这是你的一种精神 这是一种道德 一种追求 但是他并不 这个法跟道德是两回事 所以我们这个国家 这个国情现在是 他有很多不同的文化并存在那里 你那 对那些吃狗 甚至卖狗 开狗店的人来说 这是他的生计啊 我怎么觉得 你这背心就像拿他的毛仿成的一样 但反正养狗的人不吃狗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他说的这个很对 你知道吗 其实人老说自私啊 或者希望被爱 其实不是的 这个人呢 要是老没机会去爱人呢 他会憋的 你比如很多女人 我就发现现在社会改变了 他要独身 对吗 可是实际上你知道 过去我记得周作人就曾经讲过这个话 他说这个人什么时候都是自私的 可是为什么要爱孩子 他说你要没有注意到啊 或者说爱女人爱爱异性啊 只有当你在爱情的时候啊 你会实现一个跨越 就是你终于冲出了自我的这个限制 你开始觉得另一个人比你更重要 所以就有些单身很长时间的女性啊 他要实在因为种种情况不生孩子的话 他养一个这个都是你这种感受 就是说哎呀他教会了我爱 其实就是说爱跟被爱是人这个这种动物里边啊 同样强烈的欲望 而且狗变成那么重要 也是说明人的异化 人的孤独 人的寂寞 尤其是现代人类 房子住的很大 但其实很寂寞 你像潘杰上次说嘛 他们住的那个一栋栋的小楼 人平常都不来往的 但一到养了狗 他不是领那个巨大的狗吗 像黑熊一样的狗 可是有了那个狗 他跟邻居都说话 他就有话讲了 那个狗的名字 上面呢 这谁的爸 谁的哥 就全是狗的名字 这些邻居全来往了 要不是因为狗 邻居一个一个isolate 就是说一个个都是孤立的人类 追求自己的所谓的幸福 你说我就想到这个 你说为什么牛 牛狗不一样 你看有很多导盲犬 你说能有导盲猪和导盲牛吗 所以狗有它的作用 它导盲犬它去抚慰人心 还有很多狗可以做心理医生 那牛还能耕地呢 是呀 马作用更大 马你还天天骑人家 那为什么那么不善待他 马上疯了 你还吃人家 你听到哪一家养马吗 对呀 所以不能单从公用的角度来讲 公用是一部分 总之文化的意义现在变得非常大 狗的重要说明人越来越 而且你知道吗 孤单 而且这个狗 我好像看过一个狗 这个物种比较特殊 它等于说是人类协同创造的一个物种 它是最早就狼 人化的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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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人呢 通过这个杂交配种呢 出现各种各样 来舍稳一个吧 你看我发现 她是美女跟她在一块合适 对吧 像我们这个 她只肯拿屁股冲着我 因为我们解释了 我们也没说出什么来的解释 多好啊 帮我回家吧 不给梁荫了 我不再养狗了 你现在没养狗啊 不养狗 我的爱情我没有养狗